植物大展僵尸22023年大世纪 1月 三棵植物 豌豆药剂师 长枪求篮和双生卯兔上线了 春节现实秘境开启 出现了精英boss春节年寿僵尸 以及客树僵尸 春节摇签树僵尸 两大新活动 狂欢嘉年华和年货商店开启 十二生肖 打飞他们和繁花四景家族上线 全新玩法 双人对决上线 从此以后 成为了禁忌一篮的常驻玩法 全新功能 基因编辑上线 和双人对决一样 成为了常驻功能 两大神器 蜂巢神器和净化神器上线 三月 三棵植物 吸血牛干菌 牛棒鸡球手和南瓜头上线 十万福特和动物世界家族亮相 酸叶神器和点金神器登场 植物探险迎来了重要的优化 可以通过看广告增加次数 加速和奖励翻倍 三大副本也可以通过看广告增加次数 全新活动 潘尼机型登场 四月 蓄电雪松果和灌草机箭手上线 全新神器 造雪神器登场 炸个痛快和小心脚下家族上线 植物养成页面迎来了重要的改版 图标也合二为一 无尽模式迎来了重要的优化 继续挑战下一关的时候 不会切换到选关界面 节省了玩家们的游戏时间 去掉了战术黄瓜的震动效果 调整了游戏图标位置防止物操作 潘尼的追击也迎来了重要的优化 失败和退出不再消耗体力 Boss关卡可以选择双倍挑战 全新活动聚宝盆上线 瓷砖萝卜有了基因 从此开启了五进十瓷砖的时代 六月 三颗新植物 流星花 蛇腰瓶子草和电能藤腕上线了 两大家族运动健将和精神奸孝上线 儿童节现实秘境开启 全新的精英Boss 儿童节碰碰车僵尸登场 以及全新的机制 冰淇淋车 向日葵失踪了 全民寻找向日葵 十周年人气代言职活动开启 职务大战僵尸2 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动 和地铁跑酷的联动开启 七一月 两颗植物 深渊海葵和库跑曼德拉登场 滑板神器上线了 和地铁跑酷的联动秘境开启了 特殊僵尸 街头跑酷僵尸 惊喜亮相 人气代言职选拔活动结束 胡记兵仙子夺得了最后的冠军 全新活动 幸运许愿池开启 潘尼的秘宝 金线碧琪兄弟 回忆之旅的模式 回归了一代的小游戏 看星星 八月 一代的玩偶侠僵尸回归 一代的小游戏 坚果宝灵球回归 蒸汽时代 江王博士终于亮相 三颗新植物 深渊魔爪花 粉丝新叶兰 和豌豆藤蔓上线了 两大神器 摇滚神器和银之剑神器上线 十周年现实秘境开启 第一次开启了自选挑战模式 全服发放十周年盲盒 植物培育计划开启 重磅活动 邀请尤里开启 可以获得魔斗神器和进阶书 二选一 然后就是著名的十周年庆 开启当天 炸服事件 十月 两颗新植物 蜜蜂林兰和油菜花投手上线了 两大家族 不如跳舞和头有点晕上线了 派对助力活动上线了 仙人掌的全身装扮亮相 植物大战江沙与和亩度的联动开启 创意庭院的激励功能下线 两颗新植物 斯巴达竹和剑叶龙穴树登场 全新功能 神器祝福上线了 酸甜苦辣和武林对决家族上线 真器时代的无尽挑战开启 万圣节限时命境开启 新手引导功能进行了调整 快速入门游戏玩法 新人活动和新人奖励都进行了调整 然后就是著名的紫手套事件 冰火植物的冻结机制进行了优化 11月 双十一的两波团购活动先后开启 出现了影响极大的刷钻石事件 最后一期心愿召唤活动开启 消耗钻石送碎片活动下线 取而代之的是时空寻宝活动 12月 三颗新植物 暗夜菇 阳光韭菜和闪耀藤蔓登场 老玩家喜提热搜 一代的排山倒海玩法和蹦极僵尸回归 两大家族 光暗交织和地暴天星亮相 全新秘境 冰河再临开启 出现了猛码头僵尸和全新的精英僵尸 首次出现了抗性和韧性调机制 以仙壤为代表的部分职务 进行了攻击特效修改 修复了大部分世界的boss战音乐 迷你游戏音乐和特殊挑战音乐 全新活动 代夫厨房上线了 完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